因為棋袋學裡面有造水乾細胞 比較不容易排斥 我們古代用棋袋學 你們有聽過 有 聽過 那就是胎盤 胎盤 胎盤你們就有棋袋學 因為小孩子的學藝 大部分都是在棋袋跟胎盤 那媽媽她是交換氧氣對不對 所以一出生 我們馬上要收集 收集起來 我們就要請圖博士 幫我們冷凍起來 要用的時候再解凍 我們要用造水乾細胞 一定要保持活性對不對 對 傳統移植比較容易排斥 就是說 因為它已經固定了 是 所以有時候骨髓 或是桌邊血造水乾細胞 可以排斥病人的身體 我們叫做 這個就是我們醫師非常困難 解決了問題 就要免疫治劑 要把他們的免疫 說你們不要吵架 他們還是會吵架 如果不合的話 還是會吵架 是 成人使用不只一代 也是對的 因為一個棋袋學裡面 造水乾細胞樹木有限 所以目前我們大概會用 其他的方法去採集 造水乾細胞